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六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十三章 李斯的悲惨下场 皇帝的车队继续滚滚西行 进入今天的陕西境内后 通过新修的直道快速进入咸阳 马上对外宣布了使皇帝驾崩的消息 胡亥在李斯和赵高的扶持下 顺利登上了皇位 成为历史上的秦二世 同年九月 秦始皇的遗体正式下葬离山陵墓 这座自秦始皇即位就开始开凿的墓穴 挖穿了三层泉水 用融化的铜叶将地宫的石缝统灯住 然后才将光果依次放置进去 整个陵墓就是一座地下宫殿 陈列着各种奇珍异宝 陵墓的天花板上陈列日月星辰 下面则有各种地理景观 最为匪夷所思的是水银倾注的江河湖海 通过机关控制永远奔流不息 秦始皇的后宫家历只要没生过孩子的 全部被赶到陵墓中陪葬 而建造陵墓的能工巧匠 在殉葬的物品和人员全部安置完毕后 也被强行关进陵墓 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 赵高以宦官的身份出任了帝国的郎中令 负责同管宫廷事务 这个至关重要的职位 加上他在秦二世上台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使得赵高很快超越李斯 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十权派人物 在赵高的操纵下 一大批皇亲重臣遭到杀戮 为了防止兄弟们危及地位 秦二世更将所有的兄弟全部杀死 连姐妹也不放过 整个皇室家族人心惶惶 人人自危 生怕某一天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所有官吏为了保命都拼命讨好新皇帝 普通百姓也恐惧不已 秦始皇调集七十万民工 修建厄旁宫和离山陵墓 现在离山陵墓已经交付使用 秦二世便将所有人力都转移到 厄旁宫项目上来 同时发动对外战争 企图通过战争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一时之间 咸阳一带聚集了来自全国的部队和杂役人员 粮草供应出现短缺 就下令各地向咸阳运送粮草 而所有负责运送的人员必须自带干粮 不许取用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粮食 整个国家的紧张程度 比秦始皇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这种情况 李斯也沉不住气了 多次想劝谏秦二世 没想到秦二世反僵了他一军 说我记得韩非子曾经说过 姚当帝王的时候 住房的台积高不过三尺 屋顶上的茅草都没有修剪过 他冬天穿一件皮袄 夏天穿一件麻布粗衣 吃的是粗粮 喝的是菜汤 用的是淘气 这样的生活连奴才都不如吧 人人都想当天子 可是当天子就是为了过上奴才不如的生活吗 一个人当了帝王 就是要用天下的一切来满足自己 这样才能表现出帝王的尊贵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过得不舒服 又怎么可以指望他治理天下 说到这里 秦二世话风一转 朕最近听说 三川地方不太平 盗贼十分猖狂 连官府也拿他们没办法 请问有这么回事吗 丞相卫列三公 敌方官员如有失职 可不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呢 李斯一听 面如死灰 不敢再说什么 回到家里 李斯关起门来 想了整整一晚上 多了几十根白头发 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拿出当年给嬴政写建筑课书的文采 给秦二世写了一封长长的奏折 奏折开宗名义的指出 作为贤明的帝王 要有独裁天下的气概 可以享受一切乐趣 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约束 接着引用身不害 韩非子 商鞅等人的名言 证明上古时期的姚顺宇等先王 其实不过是把天下 当成了自己的镣铐 算不上是真正的明君 然后提出 皇帝不能像慈母一样对待百姓 那样只会让百姓娇生惯养 成为败家子 必须像严厉的家主对待奴隶一样 用鞭子和言行对百姓加以管教 这样才能做到天下大治 国家太平 李斯还认为 凡是贤明的帝王 见识和世俗必然不同 因此皇帝不能受他人的影响 必须独断专行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任谁也不敢违抗自己的命令 在此长篇大论的基础上 李斯提出 皇帝要善于督则 也就是要不断检查发现臣民的毛病 督促他们改正错误 那样一来 群臣和百姓都忙着去补救自己的罪过 哪有时间去谋反呢 秦二世看到这封奏折 龙颜大悦 于是按照李斯的建议 在朝中推行督则之术 谁对百姓越狠 谁就被认为是好官 谁杀的人越多 谁就被认为是忠臣 街头上被处死的人 天天尸体成堆 秦二世看到了 满意的说 这才是真正的实行了督则啊 李斯不愧为老牌政客 他的这一及时转变 挽救了自己的仕途 使得他在秦二世心里 又变得重要起来 当他带着一种 苍中老鼠的满足感 为自己见风十多的本领 洋洋自得的时候 却没有想到 他这一招 尾时太漂亮了 漂亮到引起了赵高的嫉妒 别忘了 赵高才是 拥立秦二世的首要功臣 他怎么可能任由李斯 排到前面 抢了自己的风头呢 有一天 赵高对秦二世说 皇帝之所以尊贵 就在于别人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看不到他的面孔 现在您岁数不大 很多事情未必都懂 如果您坐在朝廷上 处理问题不当 是会被大臣们看不起的 我建议您 还是身居宫中 不要轻易见人 大臣们有奏折上来 就让我和几个通晓法令的内侍 商量着处理 您再签个字就发了 这样大臣们就不敢看不起您 天下人也就会称颂您的英明伟大了 秦二世觉得很有道理 从此不再上朝 让赵高在宫中替他办公 只要是国家大事 基本上都是听从赵高的意见 这样一来 李斯又急了 皇帝是天下人的皇帝 不能让赵高一个人罢着呀 万一赵高哪一天不高兴 假传圣旨 岂不是连他这个丞相都只能束手就秦 这样的事情赵高又不是没做过 再做一次也不是不可能 李斯越想越怕 时不时跑到宫中 看有没有机会见到秦二世 李斯不来还罢 来了几次 没见到秦二世 倒是让赵高猜出了他的心思 赵高不动声色 故意对李斯说 现在百姓怨声载道 皇上却沉溺于声色犬马 真是让人担心呢 我早就想劝劝他 可是我的地位太低贱了 您是丞相 为什么不去劝劝他呢 李斯马上说 是啊 我早想劝劝他了 可是我见不到他呀 赵高说 那好吧 我替您看着 只要皇上有空 就通知您来朝进 李斯连连称谢 他就没想想 赵高能有那么傻 此后一个月 赵高果真有几次通知李斯来面圣 可是每次当李斯来到宫中 秦二世都恰好在跟女人淫乐 人没见着不说 还搞得秦二世很生气 丞相每次都在这个时候来找我 莫非是故意捉弄我 难道他在宫中安插了眼线 不然的话 他怎么次次都来得那么准 赵高装作很吃惊的样子 哎呀 这可太危险了 当初我们在沙丘密谋 丞相可是参与了的 如果您做了皇帝 丞相还是丞相 心里肯定不舒服 他会不会是想以此威胁您 要您给他割地封王呢 秦二世最怕就是别人知道这件事 当时吓得脸色苍白 连声说 这可如何是好 这可如何是好 赵高深思良久 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 秦二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久之后 李斯便被以谋反罪逮捕 同时被逮捕的 还有他的家人族人门客迁余人 一开始李斯坚持不认罪 可是在赵高下令 打了他一千多板子后 他便忍受不住 自己主动写了认罪书 不孝说 这份认罪书也是写得十分漂亮 秦二世看了之后 立刻给他判了死刑 而且是本书前面提到过的 巨五刑 公元前208年7月 李斯一家被拉到咸阳腰斩 当李斯被押出牢门的时候 久违的阳光让他几乎睁不开眼 他突然对站在身边的二儿子说了一句 我现在好想像从前那样 和你牵着家里那只老黄狗 一起出上菜的东门追逐野兔啊 秦二世听人说到李斯的这句遗言 不觉哑然失笑 他并不知道 就在他身居宫中不问世事的时候 山东一军四起 秦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 李斯的悲惨下场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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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伝赞 订阅 15点赞 前税